说到娱乐圈里自带望夫体质女星, 杨子必须榜上有名, 从相逆沉沉进入双中的邓轮, 再到亲爱的,热爱的中的李献。 这两部大热剧, 不仅让女主杨子大火, 更是让剧中男主角大火, 一度成为国民男神, 而这两部作品也成为彼此的代表作品, 就在2021年一部民国奇幻剧《思腾》, 明明是小成本制作的网剧, 却让剧中女主景田太火, 身着旗袍的景田女王范十足, 在家剧中讲道理且又霸道的角色, 简直不要太讨喜, 跟秦放之间跨越多年之久的相处模式, 更是戳中了观众的笑点, 豆瓣上更是一片好评, 而景田也被网友贴上了望夫体质的标签, 即使是张彬彬跟杨幂主演的电视剧, 暴风眼都没有《思腾》这部剧口碑好, 如今, 景田再次出演民国剧《流光之城》, 可以说是大家巧手以盼的, 毕竟有《思腾》这部剧的基础, 开播后, 景田在剧中饰演的女主冯世珍, 简直没有让观众失望, 家庭教师的角色完美拿捏了, 剧中的幅画也非常美, 再次被景田的民国装扮惊艳道, 剧中讲述了冯世珍为了报仇, 千方百计的混入荣丛家, 从而与荣家大少爷荣家上, 历经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, 虽说是年夏恋, 但是两人在剧中的CP感并不强烈, 反而以荣家上强吻来体现吃醋, 或者喜欢冯世珍, 给人一种强行拉廊派的感觉, 而剧中跟冯世珍一样处心积虑地找荣定昆报仇的七爷, 跟冯世珍有一种莫名恋爱适配度, 记得冯世珍喜欢吃的菜品, 为他的安全着想, 像是冯世珍的人生导师一样, 甚至有网友吐槽, 言上不相吗? 为啥要年夏恋? 金超饰演的七爷的确演技非常好, 拍片的时候戏份并不多, 但是从气场上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人不简单, 而事实也证明, 他跟荣定昆有着多年的夙愿, 二人更是求身色海, 难怪七爷要如此大费周章, 也要置荣定昆于死地, 目前该剧已经播出过半, 七爷这个对外人腹黑, 对冯世珍温柔的角色真的太圈粉了, 正因为如此, 让荣加上这个角色黯然失色, 拉低了观众对这部剧的预期值, 也有网友吐槽其不敬业, 偶像剧不注重形象, 根据目前的剧情, 荣加上不仅要面临前女友诗之, 还要跟未婚妻杜兰心纠缠, 甚至还要帮荣加搭理商行, 缓慢的剧情, 难怪会被网友吐槽倍速恋爱, 看来这拖沓的剧情, 也是劝退观众的又一大理由, 你觉得剧中景田跟荣加上, 还是跟七爷是CP感更强呢?